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屆釜山电影节日前揭幕 法哥周润发获班亚洲电影人掌 他在座谈会谈及电影创作时 承认中国大陆对电影存在大量审查 对香港电影制作人来说很困难 他亦大赞南韩电影很强大 称当地最大优势 是拥有香港电影所欠缺的创作自由 在4号的釜山电影节开幕礼上 法哥新着黑色西装 在法嫂陪伴下上台领奖 这是继去年梁朝伟后 再有香港演员获得亚洲电影人掌 伊亦树荣 法哥用粤语致辞表示 自己在1973年入行 至今已经50年 半个世纪真是一段漫漫长路 不过回头望一望 又好像昨天的事 他逐一致謝帮助过他的人和机构 包括当初 招收他进入艺员训练班的TVB 令他放眼世界的香港电影业 以及令他专心拍戏的太太等 随后 法哥和台下艺人同观众自拍 并大寿寒雨 引得全场欢呼声一片 周润发5号 再出席名为周润发之英雄风范座谈会 同影迷大谈电影心得 被问到香港电影现状时 法哥指中国大陆当局有很多要求 所以我们的剧本必须经过很多不同的部门审批 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限制 对香港电影制作人来说很困难 不过法哥表示 香港电影界仍然会尽力制作 具有香港精神的电影 这是我们的目标 法哥更坦然 南韩的电影业目前很强大 因为他拥有香港电影 欠缺的创作自由 能够制作各种不同类型和主题的电影 法哥的言论引发网民热议 有网民表示很大胆的言论 不过是代表港人的声音 也有网民大赞法哥 是娱乐圈讲真话的稀有型男 还有网民灰鞋表示 有人问我想谁做特首 没有原念 立刻答法哥 周润发由1973年无线电视 艺园训练班入行 50年间替造出英雄本色 蝶血伤红 饿虎藏龙等多部经典电影 除三度获封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外 也成功进军荷里活 在国际间享负声明 本港经济低迷 港府陆续推出 夜市等多项举措 试图提振经济 但收效不大 前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 副卫集团主席 马时铿日前应用 香港经济处于20年来最差时刻 并预期明年将迎来公共财政压力 据港媒《香港01》报道 马时铿日前受访时表示 港府推动夜市经济只是聊性于无 对实体经济帮助有限 直言作为香港经济龙头的金融业 处于挨打状态 没有公司上市 银行、律师行、会计师行都没有生意 马时铿指 由于地缘政治关系 外资减少流入香港和大陆 而大陆经济也受到内房债务危机影响 形容香港目前腹背受敌 经济处于20年来最差时刻 马时铿仲指 截至本年 截至今年8月底 香港财政储备已降至6,986亿港元 只是足够未来一年开支 预期明年将迎来公共财政压力 除夜市经济不被看好 近日亦传出有关经济两大指标 地皮买卖和楼市的不利消息 港府4日公布本财政年度第三季 10月至12月 卖地计划 依然未见推出商业官地招标 这个已经是连续三个季度 未有推出商业地 之前位于泉湾 由金头的港人置业地皮 仅获一份发展商的标书 最终因不符合政府订的低价 在8月以楼标收场 而楼市方面 据中原地产数据 9月拍卖的银主盘数量增至271间 按年升36% 创下2009年后的新高 个别银主盘拍卖时 需要割价 约两成求售 来方4日发表的第二季 全球城市住宅指数报告指 香港楼价 按年跌幅8.7% 仅排第96位 预计明年或再跌10%至15% 另外港府4日公布 30家重点企业 已经或将在香港落户 或扩充业务 未来数年将在香港合共 投资超过300亿港元 这是特首李家超去年 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 宣布的招商引资新政的一部分 在当日的签字而上 30家重点企业中 有20间代表出席 分别来自生命健康科技 人工智慧和数据科学 金融科技 以及先进制造和新能源科技策略产业 外界观察到 出席的公司至少有8成来自大陆 可谓中国色彩浓厚 但财政司长陈茂波 在仪式上称 不应以公司注册地区分 因为这些公司的业务均属国际性 自由亚洲引述 网台节目主持人李錦雄的看法指 引进企业中有这样高比率的中资 实有糖水滚糖鱼之嫌 而中国大陆也对欧美资本 虎视眈眈 究竟有多少会留到香港实成疑问 继大陆房产巨股 恒大和碧桂园等相继爆雷后 房企中进集团4号在港交所公告 由于无法依据银团贷款协议 致付已经到期本息6,100万美元 四笔约18亿美元的优先票据 将在10月5日起暂停交易 受消息影响中进5号股价低建0.24元 跌幅达9.26% 中进集团4号在港交所公告提及 踏入2023年第二季 集团销售持续下滑 流动资金紧张状况日益严峻 境外对付债务压力持续增加 即使集团揭尽全力 流动现金及银行存款 可能无法履行当前同日后义务所需 公告称 而申请自5号起暂停2024年4月到期7.375% 优先票据2024年9月到期5.95% 优先票据2025年5月到期7% 优先票据2026年2月到期6% 优先票据等交易总计18亿美元本金 直至令行通知为止 中进集团1987年创立于上海 2010年2月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曾经是大陆房地产开发企业30强 并连续7年入选财富中国500强 好了 今天的报道就到此 多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优先者快赞 店里 ant否刘 subscribed 就是市场祝词院 nuestro 月 申 Janeiro